不小心从口袋里头掉了千元大钞 上门消费的妇人发现 竟然就直接捡起来走人 开门市南京厂夜市里头的羊肉料理店 当时一名店员正在休息 拿出手机来滑 那么她的千元大钞 也不小心跟着就掉了出来 那么旁边一名妇人看到了 不但没有提醒她 反而是故意的多点一碗白米饭 支开其他店员的注意力 趁机就把这张钞票摸走了 这个离谱的行为 真的是让店员非常的生气 决定要报警出力 刚让料理专卖店 店员坐在机车上滑手机休息 没想到手机一从口袋掏出来 一张千元大钞也跟着掉了下来 店员没注意到 但点餐的妇人倒是看到了 目光不时往地上瞄 拿到餐点后在店外排滑一会儿 最后快很准捡起白滑滑大钞走人 看到马上我要加点一碗白饭 就是类似拖延 然后移开员工的意思 严谨店员好生气 事情就发生在台北南极厂夜市 这家羊肉料理店 当时店里有两个员工 一人站在柜台接待 另一人则坐在店门口 机车上滑手机休息 钞票从他的口袋掉了出来 妇人第一眼发现 似乎就动了贪念 先是在家点了一碗白饭 分散柜台店员注意力 离去时还在门口徘徊 最后确定店员忙着低头滑手机 不会发现 立刻捡走地上千元大钞走人 如果你遗失物被他人捡到的话 如果把它据为己有 那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品碎 目睹店员掉钱 却不提醒反而私吞遗失物 店员气的说 这样他当天根本就是等于做了白弓 现在报案要揪出这名妇人 解冯文质林招显台报道